Hello everyone,小朋友们大家好呀,又到了我们的复习课时间咯 今天我们是不是复习了一下本周学习的知识呀 那我们周一的时候是不是学习了字母I和字母J的发音呢 I的发音宝贝还记得吗 I,I,J的发音是J,J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和他们相关的单词吧 字母I开头的单词 Let's have a look I的发音是不是 L的发音是 I,I,I的发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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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字母J的单词 J的发音是 J,J J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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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单词是不是字母J开头的呀 J,J,Jello 那我们还有一个关于字母J的单词哦 J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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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Jug Jug J,J,A,J,J Jug 好了,这就是我们第一天学习的字母I和J的发音,还有和它相关的三个单词咯。 那我们昨天和前天是不是学习了一些身体部位呢?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吧。 Next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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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last one Teeth 好啦,这就是我们本周学习的一些身体部位哦。宝贝们都有掌握吗?那我们本周是不是还学习了一个小句子呀。 Touch your shoulder 摸摸你的肩膀 Touch your shoulder Touch your tongue 摸摸你的舌头 Touch your knee 摸摸你的膝盖 Touch your feet 摸摸你的双脚 Touch your elbow 摸摸你的胳膊肘 好啦,这就是我们本周学习的核心单词和我们的小句型哦。 OK,那我们接下来再一起来复习一下字母I和字母J的书写吧。首先我们先来写一组字母I。一组字母I是不是由大小写构成呢?大写的字母I,分三笔。在第一条横线上写短短的一横。 1,2,3。然后小写的字母I有两笔。1,2。然后我们再来练习一组。1,2,3。小写的字母I。1,2。好啦,这就是我们的字母I的书写。那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字母J的书写。大写的是不是比较简单呀?由一笔构成。 然后它是占了两格。one。然后再来练习一下小写的字母J。是不是由两笔构成呢?它占的是最下面的一格,然后并且超出了来一点。one。然后在第一条横线和第二条横线中间写一个点。然后我们再来练习一组。one。然后小写的字母J。one,2。 好啦,这就是我们的字母I和字母J的大小写的书写啦。那我们小写的字母I和小写的字母J虽然长得有点像,但小朋友不要把它弄混了呀。它们两个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我们今天的复习课就到这里啦。see you!